你好 今天是BENSTYLIN公司 為您介紹 抛系式的記錄器的正確實用方式 這個是 美國的一家Datachep的 抛系式記錄器 它的原理是用物理式的溫度增 這種溫度增 它會用溫度增在我們的 記錄紙上面做一個刻畫 然後來讓你達到一個 記錄的 記錄時間跟溫度的一個曲線值 那它的記錄時間的方式是使用 時鐘自走的方式 來帶動它的這一張紙的轉動速度 所以根據不同天數 它的轉動的速度會不一樣 但是它紙的長度都大概是不定的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正確 開始使用之前 它是一個是這樣子完整的一個包裝 那我們打開之後就看到它這邊會有一個 一張紙跟一個鉛條 那我們的這個紙就會開始去寫 我今天的日期時間 然後我的船的號碼 還有我要到哪裡 然後甚至你可以寫一下我這批 的訂單號碼 然後簽名這樣子 然後這邊都會有一個單獨它的序號 那開始使用之前會 把這個鉛條拔掉 拔掉的時候呢 它裡面的始終就開始走 走的時候你可以從旁邊的criss 去看它有沒有正確在運轉 那如果它有正確在運轉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看到 它的這個 是有在動作的 那到達目的地之後 到達目的地之後 它就屬於一種破壞式的方式 就是把它打開 這個紙直接把它撕掉 撕開 撕開之後它旁邊會有一個 膠帶 把這個膠帶割除之後 就可以 翻起來 翻起來之後它就會呈現這個樣子 最後我們擦完之後 擦來之後就看到這個紙已經捲完了 那我們這邊就會 把這個紙拿出來 它是一整捆的 那辨識方式就如我剛剛所說明的 依照自己購買的天數 然後來看 是對應上面的時間軸 或是下面的時間軸 它會有長長的一卷子 藏戶都是固定的 那它在這邊上面會有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你剛剛寫的那些資料 時間日期傳號碼 跟你的一些訂單的號碼 跟你的這個序號 都會在這樣子上面 那它的這邊也會在一起保留 那這個就是 這條也是我剛才說 它持續化的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是從這邊來開始做 判讀說 它的起始點是在這裡 從這邊開始做起始 那你就會看到它這邊會有一個 一條紀錄線 那基本上它就會有 一條完整的 一條紀錄線在上面 其實要介紹就在這裡 謝謝